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我们频道中的故事均源于真实故事改编。部分故事中的人物可能会使用化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2004年3月的兰州。依然是天寒地冻的时节。在3月24日那天。 有两条老狼出动了。他们盯上了自己的猎物。一辆客户两用车的车主。恰好这辆车的主人身材比较单薄。40多岁。看起来比较好对付。兽狼上前和车主交谈。说要租他车上卫岭山拉百合。在这个季节。这个路段。租车上兰州附近的卫岭山拉百合。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何况两个租车的人又是上了岁数的老汉。衣着得体。言谈斯文。货车司机便放心地一踩油门上了路。可他万万没想到。此行竟是他的黄泉之路。 货车航道307国道7道梁一个大回弯上时。兽狼喊停车。趴下去看看这里的百合长得怎么样。货车一停便跳下去的兽狼。查看了一下地形。 迷眼望着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头。如同一条老狼嗅到了血腥一般。决定就在这下手。迎着鼓荡而来冰冷的山峰。趴上去敲了敲车门。叫师傅麻烦下来一下。 不知是记得师傅拉开车门。脚刚踏出去。头上便猛猛地挨了一下又一下。立刻被打得趴在了车门上。跟着又是一阵猛烈的打击。那头,那脸。在凶恶的打击下已是血肉模糊。见猎物不再动弹。 胖狼搜进年轻司机身上的钱包。手机等值钱的物品后。两只脚一踢。把他踢进了听不到回声的深沟里。擦干车门。车内喷溅上的血迹。要转车头一溜烟下山去了。前后十多分钟的时间。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被活活地剥夺了。 尸身丢弃在荒季寒冷的山沟里。一个完整的家庭。一对年老的父母亲。一个嗖嗖逮捕的幼子。 顷刻间坍塌了他们的天空。这辆车穿过兰州城。向天水方向驶去。这辆车载出兰州城的七道梁公安检查站时。遭到站上的公安人员检查。 兽狼用一张已经过时的工商局工作证。蒙混了过去。 出了兰州城来。喘上一口粗气的两个老魔鬼。才赶在这辆刚喷露了车主鲜血的车上。轻点他们杀人所得。仅两千元的现金。一部小灵通和手中的这辆客货两用车。这辆车如果不快速出手。将很快成为警方。抓捕杀人劫车魔鬼的指示灯、导向牌。在发财梦的驱使下。 一路急奔的兽狼在天色漆黑的凌晨。把车开进了一片死寂。寒雾缭绕的天水城。凌晨时分。整座古城沉浸在自己古远的睡梦之中。没有理会在这寂静寒夜。 这两个一身血腥。满脸杀气的不速之客的到来。古城的静谧宿目。让这两个孤满无辜生命鲜血的老鬼。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顿时觉察出一股寒气从头顶直观脚底。两个老家伙毛发倒数。后脊被发泼。想被那不散的阴魂厉鬼追赶拍大着一般。心下恐慌的兽狼嘴上说的是。这车是卖不成了。搞不好将哥俩也给搭了进去。 得赶紧走人。回兰州。兽狼说啥就信啥的胖狼。听说弃车而走。虽然心有不舍。费了这么大的劲弄来的车。又要白白的扔掉。 可一听到卖车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进去。还是性命要紧。便赶紧从车里跳了下来。追上已经走出几步的兽狼。 汽车而逃的两个老贼。不敢在汽车的地方直接打车。不行了两里路才打了一辆出租车。出了天水城。在附近找到一个小车站。搭了一辆过路的夜行车。狼狈地逃回了兰州。那辆仪器在天水城。挂有兰州牌照的客户两用小卡车。很快被天水警方查扣。通过仪器在车上的驾驶证、行车证。 马上与兰州市公安局取得了联系。此时兰州市公安局七一和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已在七道梁的山沟里。发现那位遇害司机的尸体。立即以特大抢劫杀人案展开侦查。得到天水警方报来的情况线索后。立即前往天水开展工作。 在天水警方的配合下。各条能想到。查到的线索查断之后。拖着那辆被遗弃的客户两用车回到了兰州。经办此案的七里和公安分局。虽然下了大气里。但居于条件的限制。侦查员们左冲右突。中美能破解僵局。 。对于。沈家岭上的血腥杀掠之后。两只老狼蛇伏在黑暗之中。竖起耳朵。 变风听向。看有无危险的声音逼近。等待的结果正如他们心中所盼的。平安无事。 那好多天才平稳下来惊慌颇抖的心 两条老狼又仔细盘算着下一次的杀掠 黑夜之中 她们绞尽脑汁苦苦思索 反复刻画索要撕咬的猎物 渐渐明确清晰的浮现了出来 女性最好是中老年有钱 做生意或与做生意有关的熟人 但不是眼下的熟人 而是十来年前 最近几年又没有往来过的熟人 也就是在此人的通信路中 现在交往的熟人圈子里 没有谁能想起提起他们 给调查的警方留不下任何蛛丝马迹的人 捕食猎物的范围确定之后 便想着如此这般打造一个 捕捉屠杀猎物的笼子 找一僻静淡部偏僻的地方 租一间楼层较高的房子 以谈生意投资为名 将其编入 制服后截其银行卡或存折 比其说出密码然后杀死 放入冰柜之中动硬之后再碎尸 这样就不致甘有血流出来留下痕迹 然后借一辆车来 将碎尸拉到魏岭山上抛弃 这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 并是神不知鬼不觉 一天到晚 这两个衣冠楚楚 举止闻名 一口普通话 模样受人尊敬的老者 便悠闲地漫步在这座城市的街头 他们用缓慢的老腿滑腊过街面 是在寻找一个撕咬碎裂的目标 一个可以为他们口腹提供享乐的钱袋 为了获得这个钱袋 他们不惜毁灭钱袋的主人 在一趟趟滑腊过 一条条他们熟悉的街道过后 在淮花的农乡弥漫在这座西北古城上空 一个名叫刘弘历的美容店的女老板 被他们狼一样饥饿的目光紧紧地套住了 刘弘历四十多岁 开着一家颇具规模的美容店 八九年前兽狼在工商局的时候 刘弘历求他办过事 后又打过几次交道 算是熟人 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在这个女人的电话簿上 不可能有他兽狼的电话 姓名了 很可能这个已经发福发财的女人 面对面都认不出他是谁了来 两只老狼为了能将这只猎物捕获 开始一步紧迫一步的动作 为了让这个女人再想起自己 兽狼专门设计了一个街头偶然相遇的场面 他先暗自跟踪刘弘历回家的线路 然后在他家附近的巷子里等候 卡好他回家的时间 再迎面朝他走去 故意在人流中碰见他 然后装出一副故作吃惊的模样 问他是小刘 自己是老马 记不记得起来 当年找自己的时候 还是个小姑娘可水灵了 不过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水灵 第一眼的时候 刘弘历果然没认出他是谁 站在那里愣愣的想着 经兽狼这一连串的提醒 刘弘历那疑惑的眼神才放出惊喜的光来 说想起来了是老马 怎么不认识 那时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看着他一脸喜气的样子 问现在好着吧 老马说自己搞得不错做啥生意呢 做大了自己也投个资什么的 挣几个小钱花 钱放在银行是啥用也没有 立在路边的两人越聊越热乎 寿狼邀请刘弘历找个地方去做一会 刘弘历以孩子在家没人照顾婉拒了 说以后有的是机会 寿狼便摆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 说不方便的话就下次好了 不介意的话 看能不能留下他的电话 好找他咨询一些有关投资方面的事情 刘弘历从那个精致的手提袋里 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寿狼 重新认识了老马 这个生意成功纠纷不断的女人 也没有把那次马路邂逅当做一回事 何况他那段时间因偷税漏税遭人控告 已被兰州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立案侦查 正为自己成为被调查对象 紧催着还税款留烦恼不已 商人最感兴趣的当然是钱了 再一次又一次谈到 那堆不知往哪放的闲钱之后 果然勾起了刘弘历的兴趣 你老马有钱 他刘弘历有经商的经验 和二为一 准能挣大钱 就是在大挣钱 挣大钱心思的驱动下 有钱的刘弘历便向吹得更有钱的老马 不自觉地靠了过去 5月6日一个炎热的日子 这天下午 一身凉衣小挂的刘弘历 跟美容院的属下打了一声招呼 说出去办点事情 便打车去了 七里和吴家园一栋家属楼 在楼下见到了笑咪咪等着他的老马 这是一栋显得陈旧的家属楼 似乎不应该是 老马这样有钱人的居住之地 怕刘弘历起疑心的老马 说这是他一个也懂行的朋友住在这 一块来听听他的意见 以免出现什么差错 免得后悔 投资毕竟是件大事 容不得出现什么差错 刘弘历一听 连称是应该慎重才是 两人说着话一层一层爬上了六楼 敲开门之后 老马的搭档 也就是胖狼 一脸堆笑 十二分热情地迎了上去 让座倒茶 几句话便谈到投资项目上来 一个时辰之后 兽狼看着口水也耗得差不多了 怕再耗下去 已经进到笼中的这只猎物要走 变化风一转 说他们钱是有 只是还没有到账 还想请刘经理先借点 给他们度过眼下的一个难关 从两人的眼神里 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的刘弘历 警觉了起来 问他们要借多少 兽狼笑嘻嘻地站了起来 说一万行 两万也可 他们是既不嫌少 更不嫌多 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请他把身上所带的钱都得给他们留下 一分钱都不能 也不可能拿走 刘弘历有些愤怒了 说哪有他们这么借的 还不如直接抢得了 他没想到老马竟然说不错 到底是聪明人一点就通 说借也行强也可 也就是说他带在身上的钱 是无论如何再也拿不回去了 老马也就是兽狼使了个眼色 说为了让他能不费时间的输出存折 银行卡的密码 就不得不先委屈他一下了 会议的胖狼拿着一根绳子开始捆人 嘴里还念念叨叨的说配合一点 大家都省心省力 两个人谁也用不着害谁 长得娇小的刘弘历 剑站在跟前的两个男人高大雄壮 直到此时此地的反抗已没有半点的用处 迫于无奈 便只能任由他们捆绑住自己的双手双腿 一搜身上 手机 现金 银行卡一大堆 这下可是发了 那张工行的牡丹卡上 竟然有二十多万元的现金 这对两个老狼可是天大的一笔财富 听到从刘弘历嘴里吐出这张卡上的钱数时 两条饥饿的老狼 高兴的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 银行卡的密码 也没有费什么功夫便问了出来 刘弘历问啥说啥 没有什么反抗和隐瞒 没有为他们成功的截取制造一点的麻烦 他如此百分之百的配合 是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 截了财的这两个老家伙 该不会连命也要了他的 确实是不想要他的命 想他是这样的听话 没有给兽狼添一点麻烦 兽狼说当时都不忍心杀他了 可是不杀不行 这怕连罪于者的罪犯都明白的理 兽狼当然不能也不敢忽视 杀掉这个心里把他俩恨到骨子里的女人 为了钱财 更是为了保存自己 他们把人捆绑在床上 便拿着刘弘历的银行卡 赶到西站一家公行取款机上取款 这样玩意他俩都没有用过 只得请旁边取款的人帮着取了2000元的款 问了一下卡上的存款数 真的还有20多万 20多万 两只饥饿的老狼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说他哥俩有钱了 发达了 出了银行大门的两个老家伙 又咬牙又跺脚 瘦瘦地乱叫着 完全像两只发了疯的野兽一般 钱银行卡密码 丢掉了所有救命稻草的刘弘历 便一无用处了 斩草出根不留隐患的恶毒心思 让两只老狼举起了魔掌 这个在人世间活得有滋有味 总想着为自己 为别人干点什么的聪明女人 没想到自己的一个没想到 连财待命都陷进了一个老熟人的圈套 背脚断了他最最值钱的生命 据说被勒死的时候 这个热爱生活的女人 眼角还挂着泪水 依照事先的策划 两条老狼便先将尸体放进冰柜里冷冻起来 第二天才将动应的尸体 用锯子等作案工具碎尸 分装进多个黑色的塑料袋中 第三天上午 两条老狼提着两兜碎尸 像两名聊天的老茶客一般 上了靠在七蚁和黄河岸边的一艘茶艇上 选了一个僻静处坐下 要了两杯兰州特色三泡台茶丸子 一边品着茶抽着烟说着闲话 一边成人没有注意的时候 往滚滚的黄河水里 抛下一小袋尸块 没经意之间 端着盖碗茶的胖狼 猛然间瞅见有一袋抛进黄河的尸块 没有沉浸黄河 而是在船尾打着飘旋步往下走 看着那袋飘旋步走的黑色世代 惊得目瞪口呆的胖狼 差点将手中的盖碗茶滚落在地上 茶水洒了一身 兽狼顺着胖狼的眼光望去 顿时渗出一身冷汗 得赶快离开这 万一让哪个好事之徒发现 或感觉好玩捞上来看看 那可就糟了 得赶快离开这里 环顾四周 兽狼故作镇静地喝完茶碗子中的茶水 截完账 拎着没敢再抛的碎尸袋 悠闲自在地下了船 上了岸之后的两人 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出租屋 看着那一堆急需处理的黑色塑料袋 挠头抓耳了半天 还是想着去借一辆车来 趁天黑之时 扔到那个偏僻的魏岭山上的深沟中 真正做他个神不知鬼不觉 午夜 寿狼开着一辆借来的客户两用车 来到楼下 用胶带纸捆扎好了的几个纸箱搬下楼来 装到车上轰鸣着马达 将这个驱死的冤魂 运到了人际稀少的魏岭山中 抛进了野兽出没的山谷 处理完罪证 经过一番伪装的两个老家伙 心惊胆战地来到一家公行的取款机前 把那张受害人的银行卡一插进卡机 卡变缩的一生进了卡机 从来没有使用过银行卡的两个老贼 一看卡进去了 没了 还以为是中了埋伏 要么就是受害人的家属挂尸报案了 吓得两人像受惊的兔子一般 立刻窜离取款机 像遇到鬼一般逃出营业厅 兽狼边走边很神秘地对胖狼说 再不能回去了 回去很可能就会落入圈套 警察就是顺着这个盗抓人的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那张靠杀人敌血截来的银行卡 就在他们两人的慌乱猜疑之中 又是在了那台卡机上 遭此打击的两条老狼 不得不灰溜溜地夹着尾巴 在肠子都快毁出清水来的日子里 幻想着哪一天再碰上这样一条大鱼 真正是忘我狼心不死 沈家岭临场工作人员 发现被抛在华卫公路 沈家岭段散落 在山谷里的人体失快 吓坏了的护林员 马上将这一重大案情向当地派出所做了报告 接报后的卫领派出所 一面出带一面向七里和公安分局报案 碎尸大案当属恶性案件 归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管辖 接到七里和公安分局报告的 兰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胡义 刑侦支队支队长胡敬翰 副支队长胡卫兴 立即律刑侦支队重案大队一大队 二技术大队火速赶往现场 会同先期到达现场的七里和公安分局行等 卫领派出所民等一道开展工作 现场勘察 调查访问同时进行 现场勘察确定抛尸现场 位于华卫公路公里处南侧的绿化带内 尸块散乱的分布在接近沟底的山坡上 因天气炎热 以高度腐败 尸块跟前散落大 纸箱各一个 纸箱上缠绕着透明的封装胶带 警法医鉴定 现场发现被肢解的尸块 有躯干 盆骨 大腿中断等部分 死者为成年女性 从现场提取到了女性穿戴的衣服等用品 现场没有发现判断死者身份 最为重要的头颅 法医尸检认为被害者死亡时间 在4至5月之间 分尸为锯子 宽刃刀之类的工具 现场调查认为 此为第二甚至第三现场 查找第二第一现场 对此案的侦破十分重要 现场调查 法医鉴定综合认定 这是一起特大杀人碎尸案件无疑 并且是一起无头碎尸大案 犯罪分子手段残忍 老道 抛尸隐蔽 是一个很有犯罪经验 犯罪心理素质很好的团伙或个人所为 甘肃兰州受方法 以技术权威为方明 特别指出受害人的尸体 很可能是在杀害冷冻后被肢解的 这个罪犯或团伙 必定十分危险和凶恶 一日不除 对社会的安宁 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便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隐患 使用各种侦查手段 动用各种侦查力量 不惜代价 一定要攻破这桩大案 听取汇报之后的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 兰州市公安局局长姚远作出指示 成立627专案组 局领导从人力 财力 技术力量上 全力支持此案的侦破 627专案 以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技术大队为主力 大队长李斌 副大队长张金刚 都是履破大药案件的破案名将 查清死者身份 自是同期开展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抛尸现场发现后的6月30日 专案组在七里和辖区工作时 发现5月9日 家住七里和区下西园派出所辖区居民 刘弘历的家属向派出所报称 刘弘历5月6日 从自己的美容院出去办事后 再没见踪影 家人担心她遭到不测 便到公安局报了案 从派出所当时所登记失踪人刘弘历的年龄 索着衣物等特征来看 与他们在现场提取到的受害人衣物 有相似之处 便马上通知刘弘历的家属来刑侦支队辨认 刘弘历的家属和美容院员工 在刑侦支队辨认的结论是 现场提取到的衣物 与刘弘历当天离开时 所穿的衣物是一致的 专案组初步确认 受害人为刘弘历 便围绕此人开展细致的调查 刘弘历 出生于1963年10月 开着一家美容院 生意不错 平日李衣着光鲜 李外名牌 收拾的光彩照人 数那种看上去钱财富有的女人 生意人本来就交由甚广 更何况刘弘历又是有过几次婚变的女人 1986年 第一次婚姻的刘弘历生活不错 不幸的是 丈夫在1992年因车祸死去 失去丈夫之后的第四年 刘弘历有了第二任丈夫 但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 五年之后破裂 和遇害前刘弘历一起生活的 是现任的男友常动 在这种复杂关系中 套着复杂关系的案情分析会上 627专案组归纳出几大必须破解的疑点 抛尸现场所发现的衣物 是与失踪人刘弘历失踪时所穿的一致 但抛在现场的尸块 还没有科学的论断 就是失踪人刘弘历的尸块 抛尸地点位于华卫公路6.5公里处 南侧的绿化带山沟中 这里地处偏僻 荒山野岭 山地公路平时就是青天白日 也很少有人在此走动 故抛尸此处 一两个月之后才被发现 而这一大片的林黛 又恰好是受害人刘弘历现在同居男友 长冬的绿化承包地带 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这个隐情又是什么 调查发现 刘弘历在失踪的时期 正被兰州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的原委 是他在1998年 承包经营兰州市一单位招待所时 偷税落税达19万多元 鼠被警方约束行为人 5月8日 市警方规定的补交偷税漏税税款最后时间 而他在此最后的时间前夕突然失踪遇害 是巧合还是存有其他案到玄机 调查中发现 刘弘历当日携带的银行卡中 存有20多万元的现金 而这20多万元的现金 据说是为兰州警方准备补交的偷税漏税款 可这笔款项并没有交到兰州警方手中 人便失踪 甚至遇害了 事情是不是就这么巧 这么奇怪的碰到了一起 侦察员们还不得不犯起的一个疑问 是在遇害者失踪的当天下午五十许 在一家银行的取款机上 取走了两千元 这笔钱是不是受害人自己取走的事 他取这笔钱干什么 如果不是他本人 那又是谁取走了两千元 是不是杀人凶手 如果是 为什么又仅仅只取走了两千元 难道还有个神秘的第三者 问题还有 在五月六日那台被人持刘弘历银行卡 提走两千元的取款机所在的那家银行 没有任何录像资料留下 据银行方面称 当时他们的监控设备坏了 这又是偶然还是提款人 特意选择了这家监控设备坏了的银行 并且恰好又是这个时候 围绕这一层紧套着一层的疑点 专案组一时很难定性 这起杀人碎尸案件 是为人为财还是为情 甚至还考虑到那个 因巨额催缴税款所累的刘弘历 会不会银而走险 来个借施消债 制造这起无头荒山碎尸案 在警方被他的遇害忙忽的时候 自己抽身溜走 从兰州地面消失的无踪无影 换一个自由的世界 带着钱财 过他逍遥自在的生活去了 为了破解这些疑点 专案组在全面开展侦查工作之时 重点放在刘弘历周边的关系 特别是与长洞有关系的特殊人员的调查 有驾驶技术 有机会接触私人单位车辆的人员 应列为重中之重 偏远的抛尸之地 没有机动车辆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胆子再大 也不会打一辆出租车去干抛尸的勾当 同时加紧对现场勘察中 提取到的尸块包裹物 两个纸箱和包产纸箱的胶带质等物 销售点使用范围进行调查 达到乙物找人的目的 对死者身份的确认 是此案需要破解的重大疑点之一 并且是为此案的侦破 指明正确方向的基础 在局领导的支持下 专案组为此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虽然现场提取到的尸块已经高度腐败 明知确定受害人身份有一定的难度 但仍抱有一线希望的兰州警方 将现场提取到的和假设受害人家属身上采集到的剪裁 派专人送到在国内技术鉴定领域 具备先进技术条件的西安市公安局 请求鉴定 西安市公安局非常重视 临省兄弟警方送来的 这份条件非常不好的剪裁 派出专家悉心工作 但中因受技术条件的限制 没能在检验报告上 签下鉴定的结论 虽然是带着遗憾告别了西安的同行 但兰州专案组的办案人员 并没有灰心丧气 而是心存最后的一丝希望 带着重新采集到的剪裁 来到北京中国刑事技术鉴定权威单位 高度腐败的生物剪裁 能否做技术鉴定 对公安部来说 也是在工作实践中 所遇到的一项难题 在交集等待的几天之后 从北京公安部所传来了好消息 腐败生物剪裁 做技术鉴定的技术难题 被他们顺利攻克了 兰州专案组送检的剪裁 做出了鉴定 被抛在魏岭山沟的石块 就是失踪的美容院老板刘弘历 死者身份的确定 顿时洗去了一些 福在侦察员心头的疑问 鼓舞了侦察员查破此案的信心 工作方向 思路更加明确 在大量的调查 查证工作扎实做完之后 刘弘历周边的关系人三百余人 一一被排除 就在侦破工作进退为谷之时 副局长呼吁鼓励大家 克服急躁情绪 梳理前期工作的得失 总结经验 广开思路 对此类恶性案件 此类险恶的犯罪团伙要有打持久战 打恶仗的心理水背 也许这个时刻 犯罪分子也正在打探 窥视着他们的动静 正谋划怀背着下一场的犯罪 专案组的警员在没能迅速破获此案的同时 还需做有可能出类似现场的准备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一个老侦察员的预感 拖的时间越长 这种可能性将会越大 他也盼着快速破案 但他们面对的 是一个甚至一伙 狡猾凶残的犯罪分子 如果快破的目的达不到 就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现在是犯罪分子和他们这些受查 这些刑警 这些办案人员比耐力 拼一力 对决致力的时候 当然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民警的 属于正义与光明 只是大家盼望着这个胜利来的早些 大家所付出的代价 人们所付出的痛苦 损失小些再小些 犹豫徘徊官方望向之中 那两个老狼担心害怕的惩罚之间 在年内没有降落下来 为了截夺那梦想之中的财物 磨了近一年牙齿的老狼们 想着在2005年做一次大大的扑咬 锋利的牙齿 所要是咬的就是活生生的生命 恶狼的执着便是无辜的遭殃 2005年一开春 两只老狼便又开始乌色猎物 4月初 在春意见农的兰州街头 转动着一双饥饿眼睛的瘦狼 游荡到一家保险公司门口时 拉春花恰好从大门里出来 做保险推销的人眼尖 拉春花一面说着话 脸上一副极力回忆 你是我的一个熟人的表情 看着这个衣饰光鲜 敖仰甚好 一脸阳光的女人 瘦狼猛然觉得机会来了 赶紧配合那个女人的回忆 爆出家门的说自己是老马 工商局的老马 拉春花嘻嘻哈哈的嘲笑着自己这记性 顺着老马的花茶赶紧跟进 说今天到这来可是想买个保险 想买保险找他就算是找对门了 他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现在他是主任级别的金牌保险员 以为又遇到了一个大客户的拉春花 赶紧合盘拖出 自己在保险业务上的种种优势 以博取眼前这个男人的信任 成为他的下一个客户 成功的保险推销员 要将每一个自己遇着的人 都看成是潜在的客户 拉春花就是这样一个 十分敬业的保险推销员 在他看来 放过这个偶遇在保险公司大门口 有工商局背景的寿郎 就是自己工作的一次失误 是不能饶恕的 擅长与人打交道 特别是擅长与女人打交道的寿郎 和眼前这个眉飞色舞的女人一样 飞快地转动着自己的大脑 做到主任级别的保险员 可是条肥肥的大鱼 得赶紧跟他套词 心思转到这里的寿郎 那张脸上的笑容便是越来越亲切 口中的话便越说越上道 各怀鬼胎的两人 很快热乎到跟老朋友重逢一般亲热 告别之时 寿郎已表现出对买保险有浓厚的兴趣 更激起了拉春花牢牢抓住寿郎的热情 赶紧把自己的一张名片 塞到了寿郎的手中 说买保险一定要来找他 包寿郎100%的满意 寿郎跟拉春花说 自己也给他一个100%的保证 买保险一定来找他 两人就高兴满意的到别里 已有十分把握吊住这条大鱼的寿郎 回去之后便和胖狼在黑暗之中 赶紧编制一张恶毒的网 准备绞杀这条已经游过来的大鱼 两人如同上一次一样 在城关区上钩椅披进出租房 购置冰柜 绳索 刀斧等作案工具 准备就绪之后 就是将这条大鱼吃喝着赶进来挨刀了 应该说寿郎这条老郎 在看人的眼力上是够毒的 这个拉春花在保险业内 还真的发展不错 做到主任级别 是这家保险公司的金牌保险员 每个月收入六七千元 在兰州算是高收入阶层了 他那副独特的装扮行头 业内人一丑便属成功人士 包里的两部手机响个不停 一部精致的手提电脑总是提在身边 像是总有大宗的业务 需要随时接通总部一样 人的身价 大部分就是由这些身体上的装饰品 使用物来衡量和推定的 看样子 这个叫拉春花的女人 深安这些装饰物的分量 便不厌其烦地将他们带在身边 借此装点自己的身价与众不同 正是保险业给他带来丰厚收人的同时 让他有了一种成功的满足感 整个人都痴迷到保险的买卖之中 只要跟他谈的是保险 他便滔滔不绝如鼠家珍 除此之外的话题 都掉不起他的半点兴趣 不过到了2005年春上 这个精明职业女人的兴趣有了些转向 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正在兴起 在保险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拉春花 以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新兴市场 深厚的潜力和所蕴含的商机 便想着慢慢地朝这个方向转移 为了化解这个转向所带来的风险 和将这个风险降低到最低系数 拉春花便寻思着找上一个合作投资伙伴 最理想的是找上一个有钱 又不懂业务 他能够控制得住的合作伙伴 那个兽郎就是在寻觅途中 所遇到的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在两人几次的电话交谈中 他了解到兽郎资金雄厚 意向投资 又处于借董之中 是个不知道手中的钱往哪头的主 这几个要素非常符合拉春花的心中所想 自然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 便向兽郎发起了温柔的攻势 兽郎顾被推三毒四的 直到完全相信 这个女人是真的急于跟他合作时 才同意在4月14日这天 在他们租住的城关区 小沟头的房子里见面 在心中所想的诱惑下 4月14日下午 兴冲冲赶来的喇春花 带着他的家当手机 手提电脑 银行卡 一个装有不少保险 一传单的女士昆包 带着一脑子做大做强发财的梦想 一脚踏入了 兽郎专为他设下的死亡陷阱 在所有随身携带的现金 金手势 手机 笔记本电脑被搜罗一空之后 便是那张闪着金光的银行卡了 密码被捆绑在沙发上的喇春花 虽然心中一万个不愿意 但为了性命 还是立马告诉了他们 并没忘加了一个说明 本来卡上有两万多块钱 上午一个朋友急用才取出来 可能也就剩下一千多了 两个以劫财为目的的老贼一听这话 发出一声像被谁抽了他俩金一般的惨叫 攀软在地上半天没能起来 喇春花说钥匙放了他 他去给他们凑钱去 见有机可乘的金牌保险员 马上抛出一个诱饵 两个老魔鬼一听 自己绑在沙发上的羔羊开口了 马上停止了哀嚎争吵 兽狼冷笑着问道什么 他的金牌保险员请再说一遍 说这怕是他们今生今世 最最喜欢听到的话了 看样子他们又弄错人了他的小乖乖 兽狼抬手在喇春花的脸上拍了拍 说可惜了 要是这话在进这扇门之前说给他哥俩听 他哥俩一定是十二分的感激 认定了春花是观音菩萨在世 大大的善人 别说会动他一根毫毛 就是败在他的面前感谢他还来不及 可惜隔夜的黄金不如同 现在是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不是不想相信他 是害怕他在打钱的时候 给警察也报了信 结果是钱没有拿上一分 人倒成了警察手中的鱼熬了 为了还能活上几天 就委屈他先走一步了 欠下的债到阎王爷面前要去 说着 兽狼和胖狼举起屠刀 将这纸落入圈套的羔羊 毫不犹豫地宰杀了 并如法炮制 先将勒死后的尸体放入冰柜之中 而后碎尸 将四只头颅成叶色抛入黄河 然后将碎开的躯干石块 一五分装三个纸箱 用借来的一辆车 在黑夜之中驾车抛到魏岭山中 据上次的抛尸点不远 兽狼知道在一个地方抛尸 无疑会为警方破案提供新的线索 但他像让鬼碾着一样 身不由己的把车 又开向那个熟悉的方向 将这个新冤魂的尸骨 抛在了那个就冤魂的近旁 据兽狼说 抛在这个地方他心里觉得安全 再说这个无头是案 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之地 也找不到 与他们两个老家伙有任何牵连的物证 让那些小警察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 更不会找到他们的头上来 拉春花的突然失踪 让家人公司深感吃惊担心 在多方寻找被果之后 便向住所所在地 兰州市公安局七一和公安分局报了失踪案 虽然抛尸地点隐秘 但总有被发现的时候 同年5月6日 街道发现失快的报告后 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胡义 带领行要支队支队长胡敬汉 副支队长周健 627专案组的全体警员 七里和公安分局刑警 魏领派出所民警 飞车赶到华卫公路沈家岭段的抛尸现场 现场勘察 调查访问随即展开 现场位于华卫公路公里处西侧 山坡绿化带内 据六二七抛尸案现场仅一公里远 这一现象引起了出现场的领导 办案侦察员 技术人员极大的关注 便将这种关注 带入到各自的工作之中 法医 现场勘察技术人员 在现场勘验时 在一道很容易被疏忽的图看下 找到了一张上面印有中国某保险公司 兰州市七里和分公司 拉春花的名片 兰州市法医权威未方明 特别指出此次提取到的碎尸 六二七碎尸案中 所反映出来的肢解尸体的手段 所使用的工具基本一样 受害人的尸体 是在冰冻之后才开始碎尸的 所使用的主要作案工具 有锯子、刀、斧等 现场勘察、侦察员调查分析 这又是一起杀人 碎尸大案无疑 兰州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 专案组侦察此案 专案组的主要成员 基本就是六二七专案的支队领导 重案一大队的侦察员 技术大队的法医 技术人员 六二七专案组的侦察员们 在去年的那副担子上 又压得更沉了 五四这副新的担子 不管愿意不愿意 能不能承受的了都得背上压上 用大队长李斌的话来说 谁让他们是兰州警方 镇破大药案件的专业队伍 他们不背水背 不管背上多重多大的案子 战友们都有决心 有信心将他拿下 将犯罪分子绳制以法 这是一名刑警 依不容辞的责任 专案组侦察员根据现场 替取到的那张名片 马上与该保险公司 七里和分公司取得联系 查清拉春花的基本情况 1962年7月出生 43岁 公司的高级主管 金牌推销员 在2005年4月14日失踪 保险公司和其家属 当时即向七里和公安分局 报了失踪案 专案组侦察员 马上接来 喇春花的亲属 同事 对现场所提取到的 衣物进行辨认 证实与喇春花失踪时 所穿的衣物完全一致 现场死者遇害的时间 与喇春花失踪的时间 基本一致 故初步推定现场 事快遇害的失主为喇春花 从银行方面的调查发现 受害人 喇春花的银行卡 在失踪的当日 被人从卡上取走了1000元 银行录像监控系统 所以拍下了取款人的录像资料 无奈设备老化严重 所存资料模糊 已无法分辨其真实面目 为了从科学上 最终判定现场失快的真实身份 市局刑侦支队派专人赶赴北京 将提取 采集到的检裁送公安部所作鉴定 此次的送检检裁 比627送检裁条件好得多 检验报告很快给了出来 确定抛尸现场提取到的失快 就是失踪的那个金牌保险员喇春花 遂失案的失源最终确认 为此案侦查工作理顺了关系和思路 综合现场勘查 刑事技术鉴定 调查走访诸多方面的情况分析 判定发生在兰州市 2004年和2005年两起特大碎事案件 很有可能为同一伙人所为 为此 兰州市公安局主管领导果断拍板 决定将两起专案定案侦查 间隔一年之后 类似的碎事案在线魏嘉领的山沟 对兰州警方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兰州市民更是一个会随时爆发的威胁 不加紧破案 作案凶手因作案的成功 已经试杀成性 绝不会自己罢手 一定还会有无辜者在遭毒手 这正是警方需要坚决阻止的 行政工作就形同在沙里淘金 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精力是在淘沙 使金字只是那最后的一刻 淘沙是时金必不可少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刑警毅力 心力 智慧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 高低差别好坏优劣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最好的判官 此时奔走在各条道上的专案组刑警 掏的就是 覆盖在这庄庄案件上面的杀石尘土 喇春花诸多的关系 随同喇春花失踪的诸多物品 那张曾经被他人使用过的喇春花的银行卡 变成了他们套挖的重点地段 经过查喇春花人生履历 交往甚至比627的案主 刘弘历还要复杂 此人1962年出生 1986年第一次婚姻 1994年离异 1997年再婚 当过工人 做过生意 还开过出租汽车 从2001年被聘为一保险公司 兰州市七里合分公司 从事保险营销业务 一直干到案发之前 正是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多方面的工作经验 练就了他的吃苦精神 才在几年之内以其工作业绩 迅速攀升为公司的高级主管 成为金牌保险推销员 把这个整日纠缠在人和世上的女人的关系 一层一层里顺摸清 本身就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 侦察员便以时间为精 空间为尾 有里及外 由近及远依次查去 寻找可疑的对象 就如发现627受害人尸体的地点 是其现任男友所承包的绿化林带 而衍生出的一连串必须破解的疑问一样 414专案受害人的丈夫 在4月14日受害人失踪之前的4月8日 突然一个人外出旅游 直到4月17日才返回 这期间时间空间所产生的悬念 也不能不引起办案警察的关注 只有将此受害人理论上 最为亲近的人所设下的悬念解开 才有经历心思去破解下一个远一点的悬念 细细调查的结果是 那个出门旅游逍遥之间 妻子惨遭不幸的丈夫 与案情没有丝毫的牵连 被害人拿春花银行卡 是专案组侦察员集中火力攻击的一个重点 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那张银行卡 被人在城关区 未远录一家银行储蓄点的卡机上 取过1000元钱的情况 使用这张银行卡提取那1000元钱时 在银行的监控系统上留下的图像虽然模糊 但总比没有要好 在排除喇春花的家属取款的可能后 那个身材较胖的取款人 就应该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专案组请来的画像专家 尽力让这个模糊的图像清晰化 以大队大队长礼宾发挥其美术专业的特长 以那个模糊图像为参考 画出模拟画像 将画像下发到各基层实战单位调查摸牌 专案组立即在未远路 这家银行储蓄点不空的同时 在全市其他区域 路端的营业点派出等员重点守候 兰州警方各路战术的起头推进 并没有捕获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那个在银行录像监控系统中 出现的身材较胖的犯罪嫌疑人 像是平地蒸发了一般 再没见到他的踪影 整个侦查工作再次陷入低谷 专案组主贞大队长李斌 和办案警员将所掌握的情况 进行了反复分析论证 认定以劫裁为目的的犯罪嫌疑人 一定还会弄出些动静来 这暂时的死记 只不过是在官方查项 动作前的准备 7月底 在焦虑中度过一天又一天的专案组刑警 终于等来风吹草动的时候 一监控点上 发现受害人拉春花的那张银行卡 又被人使用了 蛇终于出动了 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 受害人那银行卡上的存款 被人从西关十字一家银行的取款机上 取走了一千元 为这一刻的到来 专案组刑警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早已卯足了尽头 没有想到守候了这么多天 还是没有抓到现场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家银行储蓄所 监控系统抓拍下的录像资料中 赤卡取钱人竟是一名中年妇女 而不是他们紧盯住的那个 身材较胖的犯罪嫌疑人 这与银行方面反映之后也有很大的关系 难道前期侦查的方向全然不对 还是又出了什么鬼怪 好在这家储蓄所 必处兰州市的闹市繁华地段 来往此处存钱取款的客户流量很大 所配装的监控设备先进 拍录下的录像资料相当清晰 便请来受害人喇春花的亲属 同事对此录像资料中出现的那个女人 进行辨认 结果是无人相识 这是受害人的银行卡 在遇害之后第二次 第二个人的使用 难道这两个人是一伙的 查清抓住这个取款人 是突破此案的关键 省厅市局领导 专案组的全体成员 便将这个中年女人的银行录像 如获质宝一般转录下来 在行侦支队的形式技术室中 反复播放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研究 从取款的时间 当日气温的高低 取款中年女人的衣着 发型 锁背胯包等方面 判定此人因为职业女性 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其家有住在附近的可能性 到此处取款 很有可能是上下班时的路过 如果此推断准确 那么 在此及附近的交通站点 路线上 就有再遇见此人的可能 如果此推断不准确 就得做两手三手 甚至更多方面的心理 事实上的准备 这是做形式侦查工作 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一拳轮空 第二拳跟着就上 绝不能在此期间留有空档 一旦空档留下 便是对方的活口 自己的死穴 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空档 抓捕这名他们工后多时才等来的神秘人 专案组派出三路人马 一路在取款银行储蓄所附近 习惯十字 难关十字 双城门一带的交通站点 人行道上 沿途的企事业单位 商场连续守候 搜寻那位一闪而过的客人 一路调查访问银行工作人员 同一时间段在银行出现的客户 更细致 更全面地刻画该此人的全貌 力争侦查人员在寻找抓捕工作时 深入挖掘喇春花深层乃至隐秘的关系 特别是那些不为他家人 同事所知道了解的准客户 从中查询此人 进而对此人身份进行确认 三路人马不分昼夜 紧锣密鼓地向着各自的目标强力推进 一周之后的月日 专案组警员的辛勤努力获得了回报 这天中午时许 在难关十字守候的专案组侦查员 猛然间发现在那流动的人群中 有一名中年女性体貌特征 衣着打扮 特别是手中所拎的那只样式奇特的体包 让侦查员的紧张的心疏然一惊 就是她 几名侦查员的眼光 便紧紧地咬住了那名中年妇女的背影 再没有放松过 尾随其后秘密跟踪 直到她在难关十字 进入一家属院内的一单员内 才略略放下心来 专案组领导得到报告后 只是选择最佳时机 秘密抓捕 切记打草惊蛇 避免让她躲在暗处的同伙 发现后溜之大吉 乱了全局部署 当日下午在她上班的路上 根据专案组布置妥当的侦查员 对她实施了成功的密捕 随后在她所带的包内 发现被害人 拉春花的银行卡 进一步确认此人 就是持受害人 拉春花的银行卡 取走一千元钱的那个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被公安机关如林大敌一般 将她抓了进来 一时晕头转向 没了方向 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在什么时候犯的 被公安机关如此这般抓了进来 在听到询问她的警察 反复地询问那张取钱卡时 她才反应过来 大概是这张卡上出问题了 在她听到这张卡上有人命大案时 她顿时吓得一脸苍白 泪水滚滚而落 便把自己得到卡时的承诺 踢到一边去 说这张卡不是她的 是她的一个熟人贺兰定交给她的 她最近急需一笔钱 便去找老贺 请她帮忙解决一些 她一脸蓝色之后便拿出了这张卡 让她自己去取钱 并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这张卡是她给的 这个女人已是气不成声 赶紧为自己辩解 她哪里会想到 这张卡与一桩人命大案有关系 刑警立刻叫她讲老贺的年龄多大 身高长相细细说来 这个女人所描述的老贺 跟在月底用受害人喇春花的工资卡 在银行取过款的那个胖子的体貌特征 十分相像 李斌大队长拿出自己画的模拟画像 问中年女人看像不像这个人 女人呆了一下 连声说像 简直就是照着老贺画下来的 在摸清老贺现在的详细情况后 专案组派出两名侦察员 找到胖狼原来工作的单位 请来原来的单位领导 秘密辨认他们制作的模拟画像 单位领导一看 立即认出是他们单位的老贺 贺兰定 不过已经好长时间没来过常理了 人挺老实的 问出啥事了 侦察员只是说了有点事 叮嘱他们一定要严格保密后 悄然离去 专案组查清那个取款的中年女人所言属实 在确定与兰州警方专案组 正在侦破的案件确实无关后 便为他办了取保候审 局领导胡义 发出抓捕重大犯罪嫌疑人贺兰定的指令 专案组调集精干警员 在副队长张金刚的带领下 立即铺路到调查抓捕 有重大犯罪嫌疑的胖狼 贺兰定的工作之中 贺兰定的行踪很快就被确定 他正行走再去看望他老母亲的路上 这个人还是个孝子 虽穷困潦倒 但每个周末去探望一次 他那年过八旬的老母亲的习惯依然照旧 只是过去看老母亲的时候 常带些好吃好喝的 现在的日子过贝了 带去的东西少了 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 还得厚着脸皮 像他这已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伸手 这针比割他的肉还难受 那一刻 他恨不得一头撞死 专案组的探员便在 这位孝子兼魔鬼的老狼看望老母亲 返回的路上设服将其成功抓获 当手铐砸在他那双坡斗的手上时 他挣扎着回头 张望着他母亲居住的那栋老式楼房 眼里滚出泪来 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 看望他那已是衰朽之年的老母亲了 兰州警方专案组排出最严厉的讯问阵容 对付这个两起特大恶性案件 重大的犯罪嫌疑人 胖狼哪经历过重案组讯问的阵势 三下两下便将同伙受狼 马金城给供了出来 专案组立即出动 在出租屋里 将正在做轻梦的犯罪嫌疑人 兽狼抓获归案 兽狼傻眼了 长叹一声结束到了 跟他们走 发财梦没有做成 人到做死了几个 虽然弄死了两个有钱的主 却没有做下什么钱来 如此辈的命运还有什么可抗争的 想通之后的兽狼和胖狼 痛快地闻带了所做下的一切罪恶 楚兰州警方刑侦支队专案组 所掌握的两起特大杀人碎尸案件外 还交代了那起冷雾寒风中 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杀人案件 审讯完两个凶险犯罪嫌疑人的办案刑警 难免有些目瞪口呆 老年人犯罪 也会如此之残忍 如此之疯狂 更何况还是有过如此出身 如此人生辉煌经历的两个老人 1952年出生的马金城 在他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 可能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有想到过自己两病斑白 身体衰败之时 会成为一系列杀人碎尸案的被告 而站在庄严的法庭上 接受法律的审判 和受害人家属和愤怒听众的唾骂 在公诉人愤怒的陈述中 各自受高的马金城 一定在寻找他人生链条中哪一环的变形 裂口直到最后的脱落 使得他整个跌入了那万劫不复的犯罪深渊 是2000年贸然的陕西之行 还是2002年在兰州 和亲戚生意合作的失败 是在工商局经济检查站不明不白的一幕 在心中所埋下的定时炸弹 还是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 那些勾勾砍砍所造下阴影的累积 这些勾砍对自视甚高的马金城 应该不算什么 可自己就是让这些不算什么的勾砍半岛 摔伤淹没了 这难道就是命运是定数 是在劫难逃那自己先前的一帆风顺 荣耀辉煌也是命运定数 非自己莫属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是一位执法的警察 在白银市公安局 当时的下属矿区刑侦队 一干就是八年 他果敢的性格 终于判断的才干 在案件多发的矿区 很快的显露了出来 他被领导视为干才 交工作压担子 日积月累 使他在侦查办案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练就了一套对付罪犯的办法 没想到当年在打击犯罪分子工作中 磨练出来的高招 到若干年之后 竟成了他残害无辜 逃避等方打击的手段 人性的蜕变谁能说得清 有时真有些黑白颠倒 猫成老鼠 人鬼莫变的感觉 这种角色的大倒患 让这个干过多年刑警的马金城内心深处 也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怪异感 马金城在工作中出路头角时 甜蜜的爱情也悄然向他靠近 精明过人的马金城 对爱情家庭自有他自己的价值取向 没有轻易去接那些他看不上眼 或条件不符合他要求的姑娘 射过来的爱情之鉴 他在等待 等待一个能改变他处境 甚至命运的女性来到跟前 协助他创造一个辉煌的人生 他的眼光早已越过矿区 越过白银区 投向了省城 他的理想 他的爱情 他的妻子 他的家庭 应该在那个繁华的都市之间 而不是窝在这穷香屁城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 果然 一个长相身高都和他心意的女子 不仁他的视线 让他心中暗暗欢喜不已 不仅是外貌 更是那个女子的高干家庭背景 在那个重视血统高于一切的年代 他深知这所包含的内在价值 凭借自身优秀的条件 使出浑身解数 马金城 马金城终于让那个出身高干家庭 靓丽的姑娘成了他的新娘 正如他所看好的那样 妻子家庭背景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他的事业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灿烂之路 1982年 以专业特殊人才 马金城从白银的山沟沟 掉入组建时间不长的兰州市 工商系统的经济检查站 实现了他走出闭塞的小村落 怕像繁华都市大道的梦想 在特殊年代的工商局成立一室 担负着打击走私犯私 投机倒把 买空买空等经济犯罪活动的机能 马金城就是以打击破案特殊人才 专门从公安系统调到工商局 从事这项工作的在经济检查站的岗位上 马金城的能力才智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攻下了一桩桩走私犯私大案 顶住了走私犯罪分子的拉拢诱惑 取得了骄人的祭司战绩 也因此有了当年 马金城人生价值辉煌的顶点 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圣殿一般的领奖台 一时成了报纸 便是李的名人 那时的马金城好不风光 家有美妻娇女 和睦美满 事业有成 声名远扬 正是人生春风得一时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树大招风 生性就喜欢张扬的马金城 在盛誉之下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性格 反而更加张扬 不拘小节 口眉遮拦的马金城 便给那些心怀不满 暗生极度的人 留下了可供攻击的口识与机会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 保时中日 无所事事 愤恨所有比自己光鲜 自在有成就的人 心底阴暗地盼着风光无限的马金城 倒霉走被孕 以便满足他们那变态的心理 不幸竟被言中 这个常在河边走的马金城 在接下来的一起案件中 被河水打湿了鞋 那还是一起 马金城十分熟悉的走私汽车案件 那年头 走私汽车的暴力 吸引着人们疯了一般痴迷不行 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让党和政府掀起了一场反汽车走私风暴 公安 工商是这场战斗的主力军 马金城是兰州 也是甘肃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佼佼者 因此 荣获中国劳动者最高荣誉 五一劳动奖章 成功于此的马金城又落败于此 像是命运之手的卓翼安排 将他高高地抛向风口浪尖上之后 又狠狠地砸向深深的谷底 这桩可以算作是马金城的收尾之作的案子 却成为一个大大的败笔 不仅案子办成了家生犯 而且把主贞此案的马金城都装了进去 那年 刚刚近人秋季的一天 马金城接到县人报告 有一伙甘肃兰州籍的人 从沿海走私了一批车 现在已经运往临省的一个线上 勾结当地的走私贩 准备在当地出手 十台车 青衣色的进口货 暗值两三百万 最新与案件查破的马金城 接到这条线报后 如围山打猎的猎犬一般 奔跑之中 突然嗅到了猎物的气味 顿时替绝地竖起了耳朵 刺激得他全身的细胞都跟着兴奋了起来 甚至外地办案艰难的马金城 还是遏制不住自己 查办此案强烈的欲望 向领导汇报后 带着两位助手连夜赶往临省 在当地同行的配合下 对案情很快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是两个都很有背景的走私团伙 其中甘肃兰州这伙人的头 跟他还挺熟的 挺讲朋友意气的马金城 便知道这桩大案他是无法查办了 就是其他人查办 怕也会是不了了之 查办那些背景深厚 关系复杂的经济走私案件 会遇到怎样的艰难 各种滋味只有这些办案人员最为明白 但是马金城又不甘心 这么一条大鱼 眼看着从自己眼前逍遥自在的游过 而他作为一个捕鱼者 半点作为都没有 甚至连块石子都没有扔出 这让在侦查办案上 对自己要求慎言的马金城 在内心的评判上 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让自己过关的 为了了结盘旋在自己心头的结 马金城在回到兰州之后 便将此案转手交给了另一个侦查组 去办理 全案的办理结果 还真如马金城所预料的那样 罚款了事 出乎马金城预料之外的是 此案的当事人 仗着自己的身后社会背景 一笔账算下来 连罚带送的 也已所剩无几 心里很不受用的那伙人 便将他们一并告了上去 要命的是 本来已经置身在此案之外的马金城 见到那一伙半案子的人吃肉时 便忍不住扑上去分了一口汤喝 没想到这一口汤有毒 让他的肠胃消受不了不说 还真正的伤了他的元气 拔出萝卜带出泥 他这个只是把来回的拆旅费 报销回来的负责人 本着从轻处理的原则 被交给单位自行发落 最后的结果又是一个意想不到 那些交到检察院去的人 是一个跟着一个回到原来的单位 该干啥还是干啥去 明曰证据不足撤诉 剩下他这个内部处理的大名人 却被高高的搁置了起来 也有一个明曰出于组织的关心爱护 暂时把那一摊子工作交给别人去干 远离那个是非之地 少沾点别人泼来的污水 免得他这个好不容易竖起来的榜样 形象受损 最后的结果是 马金城在明曰保护的幌子下 要离了他最能发挥才干的经济检查站 基本上被闲置了起来 别说人怕闲置 就是车辆设备一旦闲置起来 其使用年限就会跟着大大的缩短 正值壮年 还想着干一番事业的马金城 被闲置其手脚甚至大脑 整日看着别人忙忙碌碌 自己像个废人一般对着一张报纸 两盒香烟 一杯淡茶 像是突然进入到了退休的年月 人也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从来就一番风顺的马金城 这下算是尝到了什么是折磨的滋味 为了摆脱这种忍受不了的折磨 他便调动各种关系上下活动 一个像是被他准备的机遇突然来临 随后 在各单位大办公司的狂潮中 马金城被指定为单位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他倾其全力将公司办得有声有色 也为公家挣了不少的钱 可时间一长 先前那种傲慢无礼的老毛病跟着陡落无遗 并且像是发泄心中的不满 郁闷一般 越发变本加厉 种下仇恨 收获的只能是遭殃 仇恨多了 怨言也就跟着多了 马金城不满意的人越多 不满意他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这完全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 说他贪大喜功 克扣属下 花钱大手大脚 甚至有人告他贪污受贿 乱搞男女关系等 凡是国人能够想象出来的 统统搬了出来 一封封匿名信连连奔向各级组织 自然就引起了各级组织领导的重视 仅此一查的马金城早已乱了方寸 心许大坏 多少年来 哪受过这等待遇 仗着没有多吃多蘸 干过什么像样坏事的底气 胆气粗壮的敢跟风牛过招 整日怨天恨的怒发冲冠 红着眼睛 见谁恨谁 恨谁骂谁 就是领导面前也敢瞪眼拍桌子 叫爹骂娘 弄得上下怨声载道 气债的声音多了 同情的声音变微弱了 鸡蛋里头挑骨头 还怕挑不出个三长两短 在这上面用了心的人们 虽然没有查出什么大的经济问题来 但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是有的 心态早已失衡的马金城怒不可 说他们将功臣当罪人来整治 局心何在 良心何在 老子不干了行不行 正盼望着他不干的那些人 便跳出来 把他心里并不愿意放弃的职位 马上顶了上去 马金城又成了闲人 牢骚满腹 几杯酒下肚更是不得了 逮住谁骂谁 成了人见人避之为恐不及的恐怖人物 时间一长 在单位待着自己都觉得没趣的马金城 突然蒙发要出去干一番自己事业的想法 离开那些眼不见心不烦的人和事 便申请提前退休 那些早已让他折磨得头晕眼花的同事领导 一个个巴布的早点送走这个温神 便爽快的给他办了内退 马金城想着自己能把单位的一个公司 折腾得红红火火 凭着经商的经验 关系网络 自己下海铺腾一番 还不是游刃有余 就是不捞个拨满完满 捞几条小鱼该不成问题 可是这个从那光辉的顶点 一步步下滑至此的马金城 脱离了他那 可依托得工商局的这座大靠山后 更加快了下滑的速度 他忘记了胡洛平洋被犬欺这一股训 气昂昂地离开了他视之如臂斩的单位 多少年之后才明白 此举其实是挥刀断了自己的命脉 那种裂腹碎骨之痛 只是在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 再回头时 山枯水绝 一切为时已晚 马金城离开工商局这块招牌 才知道平日里那些对他点头哈腰 李玉有家的人 对的是他身后的那块牌子 而不是他这个人 现在他离开了这块牌子 便一文不值了 那些过去围在他身边 割长割短 敢不走去不散的朋友 早已不知去向 有几个堪称为他两肋插刀的铁杆哥们 一生吃喝 更让他陷入人才两空的困境 说西安那边有一家饭馆要转让 他们把他盘下来准能挣钱 那里有他一帮子哥们弟兄 都会是铁杆客员 他还在那里开着一个金矿 他的客饭就死定在那里了 锦棚有这么一烧 在兰州四处不顺的马金城 便走马西安 异地淘金 盘下了那家将要倒闭的饭馆 事后才知道 匆忙行事 一来就上了一个大当 盘店所出的价钱 远远高出当地实际的行情价位 可是木已成舟 哑巴窥吃 打落的牙齿只能往杜力咽 更要命的是 那个信誓旦旦的朋友 所承诺的铁杆客员 死定的客贩都成了水旦没有影子 一开张便是惨淡经营 哪有不赔之礼 几个月下来连房租带水电 账面上已有五六万元的欠款 到这个份上 马金城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 不是不想走 而是走不了 房东专门派人盯住他 就是怕他溜了 做过多年行侦工作的马金城 又怎能是一般人能看得住的 在他看到饭馆的盘出价 却已经资不抵债 经营无望 只能净身走人时 几个障眼法 便绕过那些看守他的人 出了西安城 在临线上了西行的火车 逃亡式的回到了兰州 西安的逃金 银子没逃上以前 倒是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逃出了一个大窟窿 西安逃金的失败 并没有打趴马金城 他是个从不服输的角色 回到兰州把自己的家底盘算停档之后 便和自己的亲姐姐一家 合办了一个煤炭加工厂 应该说这个项目选得挺有市场的 没有想到的是 天工不作美 运行一年之后 煤厂建有效益之时 市政府一个蓝天工程开始实施 限制取缔小煤炉 集中供暖一纸政令 便有许多与煤有关的工厂勒令关闭 马金城合办的那家煤厂自在关停并转之列 胳膊扭不过大腿 在机关单位带得如鱼得水 游刃有余的马金城 到此时才品尝清楚伤海的苦涩 处处碰壁受损 多年的积蓄让无情的市场 政策之水 冲喜的分文不胜 还欠下了一大笔的债务 为这笔债务纠纷 他和自己的亲姐姐一家 一场官司打到法院 金钱面前亲情薄如指 法院判定下来 马金城败诉 马金城所欠债务 从其每月工资上直接划拨 1300元的月工资还债1200元之后 所剩下的领头 根本就不够马金城一个月的花销 手头顿时结局起来 七八万元的债务压得他 如身负末盘喘不过气来 经济上的穷困潦倒 精神上的孤独紧张 表现在情感上是烦躁暴虐 不得不依赖酒精的支撑 在麻醉的星火中寻找些安慰 在经济困难 感情麻木 日复一日的折磨下 昏沉沉出门 最最慈归家 陷于消沉奋于泥潭的马金城 已无力自拔了 昔日人们羡慕的男才女貌 早已亦变成了男恨女怨 早已没有肌肤之亲 行同路人的两人走到裁员枯竭 感情崩溃这一步 家庭也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候了 一向自信的马金城 在内忧外患的打击压迫下 垮了下去 变得一神一鬼 焦虑暴躁 从出门喝酒折磨自己的肉体神经开始 到回家骂天恨的 摧残老婆结束 忍无可忍的妻子 只得韩内忍恨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 虽然让两次经营失败击垮马金城 到底还是个自认为一身豪气的男子汉 离婚就离婚 积攒了二十多年的家产 一句话就全扔下了 净身出门 靠租住一小房暂且度日 跟那个平日就私混在一起的贺兰定 更是形影不离 真正的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家庭破碎 女儿改姓 想起来就揪心的痛 一次酒后马金城向他的男弟贺兰定说起 他的女儿是他永远的心痛 女儿在北京混得不错 时不时的在电影电视中出演一个小的角色 收入也可观 春节回家来过年 在他妹妹家中的马金城 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回来了 便赶紧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电话那头是女儿接的 一个电话只说了三个字 并且三个字都是一样的摁字 马金城说巧巧回来了 回来过年了 女儿回了两个摁字 接着马金城爸爸想他 是不是不想他这个没用的爸爸 是不是不认他这个没用的爸爸了 结果女儿在电话里犹豫了好一阵子 把马金城眼巴巴盼望着的一个想字 变成了一个冷得如同冰刀子一般的摁字 那一刻 马金城真正觉得是日月失色 天地道悬 也是在那一刻 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古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不要说是夫妻之间 就是父子之间 母子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富了你贵了 就是在穷乡辟泊 子女亲戚朋友也会来求你找你 这怕也就是古人所说的 富在深山有远亲 后来马金城也想通了 这也怪不得女儿 女儿大了好面子 就是心里想认他这个爸爸 怕也丢不起这个人 特别是在演艺界 那个虚荣浮华的地方 假如他能像当年那样 是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的话 假如他现在是百万富翁 有一万家财 不用他滋生 女儿回来第一个扑过来 要找的就是他这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了 在人钱充大款惯了的马金城 为了自己那张老脸 只得玩起一次充好的游戏 将次烟买来 再装到好烟的烟盒里 抽烟时也就显得不那么掉价了 一生辛苦 养命的钱都没了 几十年的家破碎了 唯一的收获就是酒越喝越烂 越喝越差 喝成了酒精中毒 酒已成为这对老哥俩 越来越离不开的麻醉剂了 贺兰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老有所养 是古人所推崇的一种人生境遇 但这种眼下一般人 都能享受到的安度晚年的待遇 对于贺兰定来说 却成了一个渴望不可及的奢望 出身高干之家的贺兰定 是彻底的败落了 当年老爷子是解放大西北的老干部 有功之臣 后来步步升迁 成了兰州市委一任组织部的主要领导 有职有权 当时来往家中的 当然都是些有头有俭的人物 作为家中幼子的他 自然受到一个又一个客人或真或假的称赞 他就是从小在这样一个 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 称得上是贵宵子弟 但这位老爷子的家风 跟那个艰苦的年代十分同步 严谨朴实 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为自己的孩子谋上一点的福利 而是推上社会 让他们跟社会上的普通青年一样 有多大的能力 派多大的用场 贺兰定想来想去 如果到现在说 沾老爷子最大的光是什么 那就是还姓了个贺子 老爷子在职的时候 连老爷子的砖车都没有碰过 人家说共产党的好干不上哪找去 上他们家来找就行了 不过那个年代 就那么个做派 那么个风气 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 虽然有一个高干老爹的贺兰定 却跟普通的市民孩子一样 高中毕业招工进了工厂 在那个工厂一干多年 直到倒闭破产发不出工资 青年 壮年直到老年 一辈子的大好时光都贡献给了工厂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贺兰定 其实是个挺大气的人 个人的经济状况一度十分阔绰 依靠在铁路上的熟人 抓住了市场经济 刚刚开放搞活的淘金粮机 贺兰定倒腾服装 香烟 海鲜 花草 每年都有不薄的收入 致富不忘朋友的贺兰定 请吃请喝不说 每年冬天严寒时节 还请他们到海南 北海这些暖和的旅游圣地度假 在有钱的时候 便把钱不当回事 如同吃饱时没把手边的馒头当回事一样 当时从贺兰定手头过往生意上十几万 几十万的现金是常有的事 他都没有动过要绝为己有的心思 在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 贺兰定便开始 将手中的钱投向电子市场 运作还属正常 2002年年底2003年初春 那场震撼全球殃及全国的非典 为世人带来灾难的时候 在一些嗅觉特别敏感的商人眼里 却成了一个难得的商机 如果能开发出一种治疗 哪怕是能遏制住 预防非典病毒的灵丹妙药 在人人谈非典色变的关口 成功地推入市场 那裁员定会如同江河之水 滚滚而来 但是这个贺兰定兄弟幻想的假借非典 在人世间里挖出好沟 栽种出自己的金钱树 大发非典之财的梦想 结果是钱没挣上一分 投进去的400万资产颗粒无收 全打了水漂 一场非典黑风过后 如同一场滔滔洪水冲刷了一般 寸草不留 看着自己多年积累的财富 伴着非典的黑风鬼影 荡然无存实 欲哭无泪的赫兰定兄弟 只能是打落的牙齿和血吞 赫兰定说自己是兰州 甚至甘肃非典毒魔最大的受害者 最终被他害得妻离子散 陷入绝境逼向死路 洗光所有资产的贺兰定为了活命 便拖着突然之间衰老败落的躯体 强大精神 找到那个自己效力多年的厂子 讨一口安顿晚年的活命口粮 在那间几十年都没有变样的厂长办公室 做了一上午 喝光了两壶水 抽光了两包烟 硬是没能说出自己 是来要救济的请求 不是他不想说 而是他说不出口 自己本是这帮老弟兄眼中最阔气 最气派最有出息的一个 怎能在这帮穷弟兄面前哭穷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去跟他们说自己这匹受死的骆驼不如马了 怕打死他们也没有一个相信的 走出工厂那扇苍老摔朽的大门 抑制不住内心伤悲的贺兰定 眼泪横流 就此跌过之后 这座自己度过大半辈子的工厂 怕再没有什么瓜葛了 五十多岁的贺兰定 觉得此时的自己 如同一个落水待毙之人 顺水漂流游不得他自己了 生活状况一落千丈 坠于艰难之中的贺兰定 讲义气 好帮人的习惯依然如故 过去在他情况好的时候 他这个人是有求必应 广种善缘 在一些精明人的眼里 便多少有了些傻气 便送了一个呆子的绰号给他 听到这绰号的贺兰定没有生气 而是黑黑一笑都不容易 人家求到他面前来了 总给有个响声才对 心慈面软的贺兰定 在长时间有求必应的态势中 养成了一种帮人的习惯 偶有一桩事情没有帮上的 倒觉得心理愧疚 像是他亏下别人的一般 一些心地形形的所谓朋友 抓住贺兰定好面子 讲交情的软处 便来了个软处好趋土 抓住一个机会把他往死里整 他一个从小玩大的朋友 好毒手臭 把钱输了精光 便来打他的主意 直到只有在他这里 还能多多少少有些收获 其他那些朋友的大门 早起在他的面前关定所死 已经让这家伙骚扰过多次的贺兰定 这次本意是坚决打算不借钱 因为他确实也是无钱可借了 没想到也知道他无钱可借的这位朋友 这次却来了个更黑心的要求 把他房子的产权证借来移用 赢了他哥俩对半分 输了用自己的性命担保 就是死也得给他抢些回来 这个如同索命一般的请求 把贺兰定惊诧的目瞪口呆 这挖祖坟 断命根的话馈他也能说得出口 他这不是把当哥的往死路上逼 那个深知贺兰定脾性的赌徒 知道用什么样的伎俩 才能拿下这个呆子 便打唱斗角十八般武艺全用上阵了 再加上一番鼻涕眼泪发是赌咒 下跪多指头的肢体表演 被折腾得糊里糊涂 云里雾里的贺兰定长叹一声 便拿出了他家中最值钱 也是唯一值钱的家产 房屋的产权证 交到那个赌徒的手上 声音悲凉的说兄弟 这可是当哥的最后一点身家性命 拿去一定要拿回来 拿不回来 当真把哥的性命就给要了 红了眼的赌徒别说把他当哥的给卖了 就是亲娘老子都敢压到牌桌子上 拼个你死我活 发誓就是死 也要把贺大哥的产权证 原样交回的那个赌徒 眼巴巴的拿过贺兰定的产权证 像是毒瘾发作的吸毒饭见到毒品一般 急急夺门而去 生怕贺兰定一个反悔 把产权证又拿了回去 那个把贺兰定产权证压上了堵桌的赌徒 结果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没回 别说是产权证 连他的鬼影子都没有在闪上一面 没了房子在城里就跟没了天地一般 上次大当的老贺 整日提心吊胆 生怕债主 法院找上门来 将他们赶出家门 长须短叹的贺兰定 没小心露出了实情 气得老伴心死觅活的 最后恨得确实无奈之时 一脚将他扫地出了门 本来已经让各路朋友折腾的穷困不堪的家 已没什么可以分割的家产积蓄 深觉愧对自己妻儿的贺兰定 确实是不愿意 也懒得为那点已不是家产的家产 去请律师打官司 便用一个塑料袋 拎了几件换洗的衣服静身出了门 临别时和跟了他几十年的老伴 泪眼对着泪眼 贺兰定对着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妻 深深地鞠了一躬 自己保重 孩子也就全交给他了 贺兰定有一个孩子 正在大学里攻读 想着自己那个还算争气的孩子 贺兰定心如刀绞 再也说不出话来 一简的泪水默默地转身离去 老都老了连个窝连口饭都混掉 这辈子算是白混了 两个老汉一起细心 两个落伯人 一对倒霉鬼 在命运风雨的扫荡下 如同两片早已脱离社会这裸大树的黄叶 摇晃着飘落到了一块 在动物本能的驱使下 这两个黑色的煤团 便紧紧地蜷缩滚抱到了一起 本来自认为是站在树梢上 对着阳光 高唱着歌 左顾右盼 有滋有味地享受着七彩生活的鸟 没想到伴着暮色的降临 一阵气风苦雨扫来 赤者鼓碎 滚落尘埃之后 变成了两只可怜的虫子 这两只可怜的虫 躲藏在他人的屋檐下 遥想往日的荣光与尊严 舒心与自在 心中便有一股毒火在焚烧 当那毒气怨气恨气缴获成一团 在他们心中煎熬 熔炼之后 变成了一滴滴残害生命 菩萨无辜的毒枝 过去那蓝蓝的天 在他们眼里已是愁云惨淡 阴风阵阵 漆黑的如同地狱 他们本是阳光下的自在耳 转眼间成了那漆黑地狱中的老鬼 并且是两条夺命吸血的恶鬼 伴着那阴暗的灯光 举着两瓶劣质白酒 哐当一声瓶子的碰撞声中 在酒精烈焰的焚烧下 黑色欲望疯狂爆肠 一点一点将他们的人性蚕食吞没 在饥寒的压迫下 被原始欲望侵占心胸的两个老汉 正经历着从人到魔的蜕变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连赖活着的根基都失去了的两个老汉 在酒精 粪鱼的烤扛焚烧下 人性中的善良道德便如同羽毛一般 交互成灰 化为乌有 沉积在心的便是铁石一般 野兽所需要的撕咬 咆哮和发泄 2004年的除夕夜 凄凉悲苦的氛围 仅仅包裹着这两只老毒虫的身心 为了挣脱仅仅包裹着两人穷困的四简 他们不惜将已经衰老的身躯 变成暴力的短剑 去截夺无辜的生命财产 就在这爆竹声中的大年之夜 这老哥俩在酒精的刺激下 一人怀里藏着一块砖头 走到风雪飘飞的大街上 转悠着寻找一个可下手的目标 逮住一个可撕咬的猎物 以弥补那从灵魂到肉体极度的渴求 他们奔窜着追寻着 眼中除了茫茫白雪 漆黑夜空 寒冷而虚无的月光之外 再就是满怀的失望 两个层层包裹着的老汉 怀里揣着那块邪恶的砖头 盘旋在这个都市大年三十的街头 听着寒风加裹着的鞭炮声 一个大圈转悠下来 依然是两手空空的 回到那个肮脏狭小的小屋 四目相瞅 空洞对着空洞 苦笑瞅着苦笑 摇头叹息这么闹事不成的 别说的不了手 就是得手了 别人追上来了 哥俩一个都别想跑脱 到底老了不中用了 看来 两个老家伙想打点也是强攻是不行的 只能改成智取 大年夜首次捕食的失败 两只饥饿的老狼 为了能顺当地将他们眼中的肉吃到口中 伴着一瓶瓶劣质白酒 一遍遍谋划着他们的结实步骤 方法 所使用的言辞 着装 进退线路等 都做了反复的推敲 作案的现场两人都去看了多次 马金城多年的行真办案经验 成了修订他们 蝶血湿肉行动的准心 在现场证据的支持下 证实那两个疯狂犯罪的老年人 所供述的犯罪活动属实 如此年纪的老年人 结成如此残忍凶恶的犯罪团伙 犯下如此灭绝人性的系列杀人碎尸大案 在兰州甚至甘肃刑侦史上 尚属首例 在全国也并不多见 自认为机关算金 漏洞堵绝 野兽般的杀戮 而没留下丝毫线索 与警方斗法过招的高手 没想到依然败在了法律 败在了正义的脚下 落网后的两人 对警方工作配合到位 指认现场时 两人都是卖力的比划着自己干了些什么 搭档干了些什么 心中还有些不服气的兽郎 故意的供述了有个同伙李某 专案组仔细调查后 将此人排除了 在案情彻底查清时 办案人员问兽郎 为何将一个无辜者扯进此案 兽郎说那个家伙 常来占他哥俩的便宜 他哥俩完了 也想让那个家伙进来受些罪 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心里的不平衡 不惜将一个往日称兄道弟的无辜人 牵进这桩要付出性命代价的特大血案之中 足见此人心地的阴暗 在沙尘暴弥漫这座城市上空 整个西北大地的月 两具森严的绞刑架 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隆隆推出 审判两条碟血湿肉的恶狼的时候到了 在庭审中 胖狼贺兰定 对自己所犯下的血腥罪恶 供认不讳 当庭毁罪留下忏悔的泪水 并对受害人 受害人的家属谢罪 对他们所附带的经济诉求 自己无力赔偿 表示万分的歉意 而那个主导系列凶案的手恶兽狼 在庭审中则表现得油滑刁钻 不肯认罪扶法 推三阻四 拉无辜人垫背 表现出一副城市街痞无赖的流氓嘴脸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对魔鬼搭档二审判决 公开宣判以抢劫罪判处马金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同样的罪名 判处贺兰定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仅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人分别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万余元 饥寒起道心 是古代哲人的一种说法 一种总结 难道发展演变到眼下 社会就已成了饥寒起杀心了 兰州 单速系列连环杀人案件的犯罪史上 老年人犯罪便有了新的记载 古人所云的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应该属文妥如尘实一般的年龄段 浮躁 莽撞 不计一切后果 早已从日渐苍老的心中踢进 可这两个老者用自己残酷的行为 被证了这条古人的年龄之论 是这个物欲横流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 还是老无所养催生出的一种怪兽 或是这两种三种 甚至多种因素掺和运行 综合反应 共同作用而涌化出来摧毁社会正常秩序 残害生灵的病毒 如果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 没有一套像对付非典病毒一样 有效长期的防范机制 在社会还没有真正富裕起来 我们的人民已经老去的银发国度里 老年人犯罪 特别是诸如此类的老年人恶性犯罪 将是我们的警方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人民所要面临的 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对社会发展 人们心理承受诸多方面 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力 都将是长远的 进步的社会孕育出进步的人性 而像两条老狼如此进步的人性 不知是不是 对现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包毒和嘲弄 社会的进步 又岂能容忍这样一化变种的人性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订阅的视频 请在视频下面订阅